推荐他之后 记住 伸出你的手 OK 等他握一下 恭喜你做了一个最明智的决定 我觉得这个动作很重要 一握不一握 一握不一握 伸出你的手 恭喜你 做了一个最明智的决定 没有关系你用你的方式 反正就是欢迎他加入案例就对了 OK 我觉得这个很棒 那握完手之后 结果下来呢 还是一样看着他 然后问他 你可以不会告诉我你为什么加入 你有没有曾经问过你的 有吗 我觉得很好 如果你懂得问这句话很棒 就问他嘛 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加入 那你觉得他怎么回答你 如果你们问过的话 你应该知道他会怎么回答你 各种各样的回答都可能 对吗 为什么加入啊 不知道 他也可能讲 产品啊 我为了买产品啊 对吗 可以买什么产品 那你就会顺势的谈嘛 那你最喜欢的是哪几种产品 你觉得最好的产品是哪一些 对吗 我是因为你讲阿尼很好啊 那你觉得阿尼哪一点最好 顺势嘛 总之等于是我觉得让他讲嘛 我们做的很多的错误就是 弟弟讲弟弟讲 拱不停啊 我演讲当然是拱不停啦 可是你们讲阿尼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给对方一半的时间 可是不是这样扯到其他的地方去哦 扯是扯你自己要掌控 谈话的一些内容嘛 对吗 我觉得你设计这个问题真的很棒 你就让他讲吧 其实真的 什么答案都可能啊 有些人讲说 不是你要我签的吗 我才不管他给我什么答案 总之接着下来呢 我会问他第二个问题 我还是一样看着他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推荐你吗 我觉得这句话也很厉害 因为你这样讲的时候 他开始会想 你不是要我做案例吗 那个昨天孔明昆的那个妹妹 孔有灵啊 在哪里啊 孔有灵 他说 他推荐一个 然后他这样问他 他有问哦 那个人就说 你要推荐我是因为 你要利用我的人际关系啊 好像也是有点道理 因为我们都推荐的一些人 可能这个希望他透过一些人际关系 把对象介绍给我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 稍微打一个 这个擦边球 其实我们有很多人 真的建价出售自己 把自己做矮了 然后建价出售案例 人家不要 你一直要人家一做 然后甚至这个推荐的人之后 没关系我帮你 你把人带来 我推荐人全部给你 那你不是做件了吗 就好像替他工作一样 我觉得基本上 你送出的一个信号是 那个信号是 很错误的信号 就是你需要他 所以今天假设你推荐一个人 他的认知 他接受的信号是 你需要他 你不重要了 你就没有价值了 因为你需要他 如果你颠倒过来 他要的时候 你就变成有价值了 这个时候变成是 他需要你了 你不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吗 对不对 好 我继续的讲 刚才讲到哪里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推荐你吗 那我不管他怎么回答 因为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是 借着下来这句话 我觉得才是有意思 我告诉你 我推荐你 不是要你做案例 你们可能觉得 为什么要讲这句话 我推荐你 不是要你做案例 因为我没有能力 要你做案例 没有人可以使你做案例 只有你 才可以 让你做案例 案例值不值得你做 案例好不好做 案例是不是真的那么好 老实讲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也不会做 我强迫你 你也不会做 我逼你签 你也不会做 我之所以推荐你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事业机会 我要你去了解它 回想你前我早期之后 你看我推荐那些年轻 他们都跟我一样 我用这个方式的话 你知道吗 我就跟他这样讲 我说你做不做 我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很重要 你要去了解它 因为这个事业 是让我们可以改变命运的一个事业机会 各位 他们跟我一样 二十来岁 三十岁 这是让我们白手起家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 你不觉得 这会让他想要多了解吗 你叫他做 他不会做的 你叫他了解 而且你的语气是这样的肯定的话 他会想要了解 你看我们讲了很多 最后 最后就是一句话 我不是要你做安理 我要你了解 这个值得你去了解 比如说他是年轻人 你就跟他这样讲 这是可以让我们白手起家 创业的一个最佳机会 记得我们 你要跟他这样讲 一个妈妈 这是可以让我们的孩子 有保障的一个最佳机会 安理的奖金 是可以世袭的 妈妈 想要孩子 这是让我们的孩子 你们很多家庭主妇都有孩子 你推荐的对象 都一样 家庭主妇都孩子 这是让我们的孩子 有保障的一个最佳机会 或者是一个上班的 你知道他很讨厌那个老板 这是让我们 怎么讲 远离痛苦 不是吗 这让我们自由 不用再造我们老板的 去的一个最佳机会 或者是 你不是说 安理吸引人的地方是 不需要以前的 以后永远不断的忙下去吗 这个是真的 做了之后 我们成功之后 以后我们不做 也都有钱赚 一句话吗 你觉得哪一句话 可以打动他吗 在最后closing的时候 这句话多讲多几次吗 所有的时候都有钱赚 我觉得也很吸引人 对吗 这是我们最佳 翻身的一个机会 哇 对那些年轻人 那种想创业的年轻人 哇 那也是很大的 这个 这也可以让我们 孩子继承 让他们有保障 哇 当妈妈的 这也是 我觉得我们安理 有很多很吸引人的一些 就是好处嘛 问题是 到底哪一点 真正可以感动他 每一个对象都不一样嘛 所以找到那一个点 前面讲了那么多 最后的时候 问他这句话之后 我不是要你做安理 我是要你了解 安理这个事业 因为这个事业是最棒的 怎么讲 用你的方式 OK 用你的表达方式 重要的是 突然间 没有压力了 因为 你不是要他做安理 没有什么压力了嘛 然后呢 我顺便再消毒一下 我为什么要消毒 哎呦 这些人加入之后 他要了解安理 他回去 他上网 对吗 他回去 东问一下 西问一下 那请问一下 得到的是什么 负面的还是正面的 负面的 怪不得很多人 加入的时候 很兴奋 回去之后就变得样 那怎么办呢 消毒啊 对不对 还有我们很多人 就是推荐人之后 就你要来开会啊 我知道我们要积极地邀请 OK 这是对的 我知道我们积极地 想办法要他这个去做 可是 如果你用我这个方式 以退为进的方式 没有压力 否则的话很多人 我们跟进到最后 他不接我们的电话了 他不接你的电话了 你的朋友越做越少 我觉得这样很可惜 对不对 我觉得说服一个人 是让他自己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因为你讲了一些东西 震撼了他的脑袋 可能他想一下 醒过来 去翻一些资料 或看一看这个 听一听 你提供给他的那些CD 我跟你讲 消毒是这样消毒的 我会跟他讲说 我才不要你去做案例 因为你做 你不可能成功的 我直接了当时就跟他讲 不是说我看不起你 我们大部分的人说 你一定行的 鼓励你们是你一定行 对象你跟他讲 他头变大了 你人际关系那么好 你做案例的话 你一定是皇冠大使的 谁知道 我才不会这么客气 捧他捧到这个 好像他是唯一的 皇冠大使一样 那个效果不好的 相信我 反而我这样讲更好 你做 做不起来的 真的 比如说邱泰川 我推荐了他 我就跟邱泰川讲 我说我 推荐你是要你了解 不要做 你做不起来的 有人的不服气 你知道吗 可是我解释给他听 为什么你做不起来 不是邱泰川 不是你没有这个能力 OK 因为你还没有 真正的看懂案例 而且你没有准备好 还有你不用被说服 你自己都没有被说服 你怎么可能去说服别人 你不相信你出去外面打听一下 有多少做案例的人 全部都失败的 很多做案例都失败的 他往你去问的话 他就不会受伤 不然他这里问 案例很难做 当然案例很难做 因为这些根本没有资格开始 做案例就开始 对不对 那你们会不会讲 这些负面的话 如果有人来问你说 案例可不可以做 你怎么回答 难道不是你的下线 你就不鼓励别人吗 如果有旁边来问你 案例可以不可以做 你为什么回答 你要讲可以 大声的讲 就算不是我们的下线 反正已经加入了 你不用动脑筋了 他已经是别人的直销商了 对吗 做点好事吧 很棒啊 恭喜你啊 做案例啊 他好做啊 如果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可能以后你新推荐的人 也会问到另外一个案例直销商 他还这样讲 很棒啊 你赶快做啊 那你就发了 所以 我是觉得是有些时候 我们要颠倒一些做法 让对方去思考 他会去了解 因为我就把答异防针 你知道吗 刚才我不是讲CD吗 CD 借给他听啊 没有用 送他 没有用 为什么 他没有听 我告诉你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那个CD 那个CD OK 不管是这个 比如说 我们不是有很多 你们的这些领导人 十三传的 这个 李生林 曾义林的 蔡美林的 这些 宋凤英的 李月龙的 陈来发的 雷以宁的 我们这些年轻一代的 那个肖世龙 还有那个吴苏仪 这些 这些CD 我们有很好的CD 选择几简 你觉得 很能够鼓动人心 很适合 你的对象听的 准备好 两三简 然后 他加入之后 记住 就销售 这些CD 销售 会不会销售 我不教你啦 我知道你们会销售 只要用心你一定会销售的啦 只是记住 原则一样 不要借他 除非 他有兴趣 比如说 我拿了那个吴苏仪的这个 这个CD 我讲讲讲讲 讲完之后 他没有反应 没有关系 我再收起来 我再拿出了一名的 我再讲讲讲讲 对不对 没有反应 拿副后监的 讲完之后 如果他还是没有反应 收起来 因为给他也没有用 然后你回去 夜深人静的时候 再想想 为什么我今天 讲了那么多 有关这些CD 为什么对方都没有感觉 那你下次会不会进步 总有一天 你会突破到 你只要一讲 对方就眼睛很亮 这个 我可以不可以借一简来听 哇 那多好 所以他要听的时候 他回去 他就一定听 所以这就是颠覆 你们以前的 这个想法跟做法 对吗 懂了吗 好 恭喜你 你照做这个方式去做的话 那你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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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些问题就解决了